3月30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今天上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 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 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做出系统修改和完善 将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充分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华春莹指出 此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旨在循序渐进发展符合香港制限秩序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更好体现香港居民广泛均衡的政治参与 更好兼顾社会各阶层 各界别 各方面的利益 有利于提高特区治理效能 有利于维护香港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 相信 新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将进一步改善香港的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 法治和营商环境 香港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华春莹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国政府有决心 有信心维护好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 有决心 有信心继续贯彻好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对华施压的图谋都绝不会得逞